好 那都有不少朋友回應 我們今天就談過那些內需相關的股份 你都看好了 有個朋友給了三隻你怎麼看的 就問一隻就是蒙牛2319 一隻就是151旺旺來的應該是吧 還有322的 他就問你這三隻你怎麼看的 這三隻如果這樣說 你三隻哪隻最看好呢 其實三隻都有共通點的 都是食品飲品 飲飲食食那些 也都是有機會受惠到 整個加價那個潮 剛剛提過今年炒CPI升炒這些食品有通脹加價 理論上是三隻都受惠 但是你說看那個股價的走勢 旺旺就是151 過去那幾個月就真的升得太過誇張 由去年10月份開始都是5.5 抽到上去都8個多 近期才做了少少調整 那我覺得你說去到這些價位 以旺旺的股值呢 都挨著18倍PE 不是說算特別便宜的 還有始終旺旺做的那些產品呢 競爭都相對大些 那如果你問我三隻裏面 我都寧願看一隻蒙牛 蒙牛當然如果你看那個PE就好像更貴 但是因為本身乳品股或者蒙牛 一直以來的PE都是有一個日價在那裡 都是可以叫高一點點的 還有始終今年我自己對於蒙牛 在那個業績上面呢 都還是看得挺好的 所以剛剛你提過這三隻呢 我的首選都是會選回蒙牛 是 我想分享給你 快樂 你 是 有最多的 故事 いや 真的 whereby